HELLO 各位,歡迎收看這集這麼特別的 Engadget Updater 你知道我們平時都是星期一晚上出街 為何今天星期二突然又來一集 就是因為我們要做一個 Nothing Phone 1 的 Unboxing 我們要做無事 我們要做 Nothing 這個遊戲應該說得很難 不過相信有不少朋友依然未聽過 Nothing這個牌子 其實之前他們出過的第一款產品就是這個無線耳機 我在這裡手上有一款白色版 Eric會拿著這個黑色版 如果大家之前有關注MIRROR的話 都可能會記得 Anson Lo耳機 對,尤其是白色版 之後才有出賣黑色版 可以黑八倍,不過沒得兩架 因為都是跟著原本的盒子 Anyway,現在他們終於推出正式的旗艦產品 就是 Nothing Phone 1 了 他們自己都說是他們最重要的一種產品 當然是廢話 事不宜遲 大家如果對 Nothing Phone 1 暫時有什麼感想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記得在影片下面留言區 跟我們做一個即時的對話 我們會盡量為大家一一解答你的問題 好了,事不宜遲 Eric,首先講明 因為小弟就有點心急 之前都已經拿到機 就已經心不及待 立刻做了Unboxing 我會盡量把本身的部份 還原到最接近我Unbox的體驗 讓Eric可以再做一次 實際的Unbox 我可以看我們IG的故事 我錄定了一條片 讓大家感受我 我真的撕掉那條片 其實跟 Nothing Air 1 耳機 Unbox的體驗差不多 只不過是放大了 那是之前Eric做過 所以我覺得這次讓我開箱就公平 你也有耳機 我也是黑色的 好,這個交給你了 Eric,我們來開B Cam 沒錯,就是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手機的包裝盒 其實第一次 我不覺得它是手機的包裝盒 非常薄 好像是一個CD盒 甚至是Walkman那部機器 不大 也不算很重 這裡看到這條 爛了的位置 就是 本身應該有風條的位置 一撕開 就可以脫掉這個部分 有一件事他們強調的 就是這次的包裝 是沒有塑料 是環保的 那些襪子也是用黃斗做的 這也是很流行的東西 其實看了後面 它有一些字 我們不測試 但是它其實都 Nuffing 現在這麼新的公司 其實都幾潮 它就會寫上這個手機 可能包裝盒 整件事的炭觸營有多少 它就寫上有58.5kg的 二氧化碳排放 可能對一些綠色 比較關注環保的人 都是一個頗特別的資訊 上面也寫著有 Snapdragon的標誌 就是Snapdragon的CPU 它上面也有寫到一些 5G的頻段 有些東西我忘記拿來的 我也要跟大家道歉 就是他們 雖然跟機是沒有火牛 但你也可以買一個港版的火牛 就是鷹式 插頭的部分 對 也是用USB PD規格 原來平時的手機就像棺材盒一樣 在上面就拿出來 現在就在旁邊放進去 挺有趣 可以測試一下 真的有一個櫃筒式 它這裡全部都是紙 是一個非常硬的卡紙 我們可以拔掉這個配件出來 其實是一樣的 都差不多是一個手機的長度 它裡面有一支針 這支針很搞笑 好像一顆LED燈彈一樣 它有一支針 上面就是透明的膠 但是它是一個很漂亮的圓柱體 我先放在上面 好像糖一樣 我想不到什麼 接著就拉出來 都是一張紙 就是Volanty 安全 一定要跟 接著就有一個兩頭的USB-C的線 剛剛Rachard提到 裡面就沒有充電房子 大家就自己配合 要不然就自己用回PD房子 都可以 它這裡 哇 小小的有個反光了 accessories的字 沒什麼太大特別 但是 zoom in 都對 因為我要把手機拉出來 是道士衝 道士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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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Nuffin Phone 1的真身 我也是第一次摸到的 都有點重量 但不算很重 多少g 等等 這個讓我快點去看 搜尋 它的重量就是193.5G 其實都正常 正常 這個大小 通常都是200克以下 這個大小的手機 我看起來 目測好像是6吋多 這個是6.55吋多 6吋多 這麼大部 你看起來 是有好似其他手機的影子 大家可以在留言看看哪一部 我就不 原來開著了 我開著了 都說我要模擬 這個 你可以關掉 你再開過 但也沒有什麼特別 認真來說 開機畫面沒有特別 一開始 第一次是 我給它的 notification 的聲音 有少許感到意外 其實一會兒都可以做一個展示 重點來了 真身 就是它不停強調透明機背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比較特別的設計 它一定不是讓你看到裡面的電路板 裡面一定是不太美觀 所以它一定是遮蓋 但它遮蓋之餘 它也有些 Nothing 的標籤 就是在這裡 沒錯 然後下面就是進網的東西 如果這個沒有就更好 它說的那條帶 左上角 就是 Nothing 的標籤 那條帶特別強調 設計靈感是來自紐約地圖的樣子 紐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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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特別強調 紐約地圖是怎樣 我不知道 當然別人有顏色 但起碼的圖形是這樣的 中間就是線圈 沒錯 這個就是無線線圈 同時間支援反向的無線充電 這個版本我暫時還未展示到 但如果你把這個 Nothing E1 放在上面 它是可以充電的 對 當然了 現在Reverse Wireless Charging 這個功能通常都是比你充電 無線耳機多過 充電其他電話 標準東西 一定會有 然後這邊就是它的相機 兩個鏡頭的一個主攝 另外這裡大家會看到 它之前很多的KOL 那些YouTuber已經在浪費命的燈條 就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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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名字叫Glyph圖案 Glyph G-L-Y-P-H 你不用管它 總之它沒有特別設計 它根本就是看到 電話上面有什麼零件 就圍著它 有什麼位置 這個就一定是這樣 最大塊就是這樣 對 這裏就是一個 相機也有一個 如果電話打動 你會看到有C字 我懷疑它們就是 就是刷子的CEO鞋 C字頭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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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可以測試它閃閃的效果 我想發育者說 無線充電是15W 無線C插電 就是充電進去 充電進去 充電進去 充電15W 反向是5W 如果插線是33W 有線快插 相對快插 不是65W 甚至120W 相對是正常 4500毫安電 都是接近旗艦 甚至乎是旗艦級的電池 為何要這樣說接近旗艦 因為我沒有開的 是5000毫安 甚至乎6000毫安 你可以一直說 CPU 反正說到 Snapdragon 778G Plus 為何有更多 因為Nuffin有強調到 首先Nuffin 之前有說過幾次 他們是Qualcomm 有份投資的公司 所以第一部電話 用Qualcomm的方案 也不奇怪 第二就是 本來778G 這個處理器 是不支持無線充電的功能 Qualcomm 為了配合Nuffin的第一部電話 就做了一個無線充電的營成功能 所以就衍生了778G Plus 這部電話 這部電話 當然7至頭 大家都知道 不是旗艦級的處理器 但都夠用 也很明顯 Nuffin 你看它的第一部電話 它們不是賣什麼特別貴的 你說多少 800元有找的真無線耳機 好像是899還是怎樣 我以為是799 但它是那個位置 它們第一部電話 想做到一個價錢相對有吸引力的產品 所以它們不為了追規格 而是基於這個平台 加入更多的設計元素 還有778G 這個級數都是中高階級 如果說處理器的話 我們遲些當然會做一個深入的評測 到時會和大家再提供一步分析 看看是否可以 好 我看到Eric 你已經探索中的功能 你現在在看什麼呢 本來是看看它的UI 等等 可以繼續看看框 框又是強調 Nuffin For One 有一件特別強調 就是它的可持續性 它這個金屬框是用100%回收回來的鋁金屬來做出來的 我不知道Eric你有沒有什麼特別感想 我第一次摸上去 它就有一點點不同 跟平時摸開的金屬機 因為它那種磨砂的處理就好像再圓滑一點 它的光澤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我不知道是否跟它的回收金屬有關 還是它專門這樣做 但是你可以看到哪一部分 可能沒有別人 iPhone那些之前那麼尖 或者可能 因為Eric沒有開iPhone多過我的 Eric有什麼感想 其實應該是像11、12的鋁金屬的框 因為它們其實大家都是非常強調 就是一定是用回收物料 即是回收的鋁金屬去做 但是我都比較相信 就是它們可能回收完之後 然後再做其他的一些處理 例如陽極電導 才令它的手感好一點 沒有那麼硬手 所以摸上去 起碼第一件事是非常紮實 不會說鬆鬆鬆鬆 按下去也是很棒 再看看其他的佈局 就看到是非常簡單乾淨 但也是普通Android機會有的一些佈局 即是電源鍵在這邊 然後音量鍵在另一邊 整天都會被人按著 好煩 然後下面就是單個的一個喇叭 USB-C 然後那個SIM卡 亦都在機底下 是雙卡來的 雙卡來的 亦都是現在手機常見的配置 拔出來看看 用相當可愛的SIM卡針 拔出來後 就看到是雙面的SIM卡 即是沒有MicroSD 這東西真的又再次被消失 其實都不要緊 只是說一下 然後可以看看正面 好煩 我覺得這個很煩 你可能不少想按了兩下POWER鍵 不是的 我只想碰到這裡 可以關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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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By default開啟 可以關掉 但可以關掉 看到螢幕正面 看到一個全面屏的螢幕 這個就是前置相機 沒錯 讓我先說一下 前置相機是一個1600萬像素 又是Sony IMX471的感應器 F2.45 所以都中規中矩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開孔 都不算特別很大 應該都不會很影響大家 看影片的時候會多了一個孔 還有有時候可能這樣打橫 副機已經遮住了 其實這個CUT OUT都算小 至少不是在中間 對 中間就是藍鼻 它的邊緣都算有一點存在感 都是類似iPhone的感覺 所以大家覺得iPhone可以 這個已經可以 它有特別強調 就是它上下左右的邊框 是一樣的闊度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上面已經是貼了一張玻璃貼 開始之前Rich就說 這張玻璃貼是它自己貼上去的 貼得很漂亮 都很準 因為它原來是有一個 可以自己貼上去的一個輔助工具 大家現在買很多玻璃貼 都有機會會送到這個工具 不過現在我都覺得很少廠會自己出賣這些配件 其實現在出賣官方配件 大家買的時候 可能信心或各樣就比較方便 和好一點 要先說清楚 玻璃貼是另外買的 它不是送跟機的 另外一個配件 它還有一個配件 就是透明膠的殼 這個也是另外給錢買的 沒錯 都很簡單很漂亮的 就是全包的一個少少軟膠的設計 應該有一定的防撞的效果 我喜歡它就是軟得來又不是太軟 因為平時外面買的 好像我剛才說的 OPPO跟機的那些就會軟過這一隻 那些就是整塊都是軟的 但這個背的那塊是硬的 只有邊是軟的 那個質感 大家可能會比較容易明白 始終它是用來顯示後面的Glyph圖案 所以 一定是全透明 沒錯 上面有些是 因為玻璃有時 那些膠的殼 貼上去會有些彩虹點的 彩虹的問題 但它這個是沒有的 其他殼可能需要用那些 凹凸的紋去防止這個問題 但這個是完全很乾淨 就可以呈現那些黏性的背面 可以令到你加了防禦 但也不會失去這個美觀感 直接帶了殼 看到它的剪掉 也有一個LED的位置 是 一定要的 因為如果不是 有些透明殼 衰就是衰在 它的LED燈一開著 會令整個框的剪掉位 尤其是去到鏡頭周邊 會導出一些光 令它影響了你晚間的拍攝 即是折射掉的問題 沒錯 既然提到後面相機 我再說一下 主相機是一個五千萬像素 即是五十個MP的Sony IMX766的感應器 他們都覺得是一個很成熟的感應器 F1.8 白光圈 一micron的像素大小 又是中規中矩 最後的拍攝效果是怎樣 又是之後交給Eric 還有一個超廣角鏡頭 又是五千萬像素 不過這個很搞笑 就是用Samsung JN1的感應器 所以這次的方案是兩架 一邊是Sony 一邊是Samsung 前鏡頭也是Sony 即是它這個是Y鏡加Ultra Wide的一個組合 沒有長焦的相機 沒有長焦 因為他們的說法就是 就是這樣說 就是保留最重要的東西就可以了 他們真的用Essential這個字 為什麼說Essential 因為Nuffin是收購了Essential這間公司的IP 所以那一刻我們已經預測到 他們是會做完手機 因為Essential 他們也是打造了一部電話之後 然後就沒有貴了的公司 還有拍片 是說最高4K 30fps 或者1080p到60fps 又是中規中矩的規格 差就差在沒有4K 60fps 但對大部份人來說 我覺得這些都足夠了 主相機是有光學防震的 這方面當然很重要 其實我想這個時候要講講 Nuffin Phone 1的一個重點 就是Glyph圖案 就是閃光燈 大家可以進入手機設定 首先你可以控制它的光暈度 但其實這個重點 其實這裡是看不到的 不過我們先調到最亮光線 然後就去一些 不知道可否直接去到零聲聲聲音 我們可以選擇 它本身有幾隻Ring Tone 讓你去試 你按一下 就是這樣 可以開大聲一點 我們這樣就 用回 對 剛剛已經去Ring 對 對 很大聲的 好像鳥叫 它每一隻官方Ring Tone 都有配合不同的 對 有些就比較低調一點 雖然它的聲音也是一樣 我最喜歡這個 好像 叫什麼 叫木鳥 像Wood Packer這樣的聲音 很棒 這個 這個 這個叫Tennis 好像打球一樣 但也是用在下面 收音機的不干擾聲 總共有十個零聲選擇 除了這十個零聲之外 這裏下去好像可以選擇 這裏也挺有趣的 這裏也挺有趣的 現在又小聲了 加了小聲 我怕你說話 除了這十個零聲之外 這裏下去好像可以選擇 或者要出去 出去 出去就有賣聲音 你可以進入自己的歌 它自己要分析 即是自動地鼓 我這裏入了Virtual 可憐的Virtual Virtual的零聲 這個比較經典 你按下去 大聲一點 我可能是要用一些比較電子的音樂 可能效果會更明顯一點 所以這裏就留給Eric 你自己慢慢去摸索一下 我覺得可能Nokia 那些比較電子的零聲 會有更加好的效果 這裏就讓大家慢慢去摸索一下 另一個功能就是 既然有這麼多燈 那拍照有沒有可以用呢 是有的 開補光燈 第一個就是LED 這個很光的也都本身 按多一下就會轉去用Glyph 圖光燈 變成打燈的範圍也更廣 不過當然這個就是暗一點 甚至夜晚的時候會有更加好的效果 沒有得轉顏色 它真的只有白色 提到顏色 大到威 既然Northin Air One這個耳機 有出黑白兩隻色 手機自然都有 留待大家看我們的新聞的文章 就會看到這個黑色的效果是怎樣的 不過我可以說的是 白色可能會比較穩陣 因為我已經想像到 不知道黑色會不會搞到 如果黏著紙紋 會不會搞到明顯一些 不過大家到時留意一下 我們將一部的評測 這個看起來是 有些人會一看就會說 這個是不是什麼新的電話殼 我想很多人都會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樣 這個有少許驚喜 可能會帶來 因為日本有些牌子就出了一個電話殼 都是這樣 吸進去就會發光 不過就沒有那麼大範圍 可能只有幾點那些 韓國也有 如果說發光的 甚至乎Sams當時已經有出 Alcatel 或TCL都出過一隻 本身也是會發光的電話 但又是很快就沒有做回事 現在就不是那個殼 是手機本身 沒錯 說回螢幕和其他規格 其實最高是256GB儲存空間 加上最高12GB的RAM 解鎖是屏下的指紋解鎖 光學指紋 有三隻高清的咪來收音 應該都有少許 Noise Cancellation 的功能 在街上應該都可以消聲 還有什麼呢 藍牙一定有 NFC也有 5G也有 廢話一定有 Software 它根基是Android的13GB 總之 它已經答應了提供三年的Android系統更新 這是相對少有的任務 通常都是說兩年 或者兩個大升級 還有四年之內 每兩個月的一次安全更新 所以這個信任都是相對之大 四年之內每兩個月的一次安全更新 對 這個就是Nothing OS 防水 IP53 不是真的要你放水 使用的 IPX3 就是防雨水 大家留意一下 不要真的帶到油水 對 主要 它還說戴上口罩都可以認得到你 對 我不知道是Android本身的 練步解鎖 是支持戴口罩還是怎樣 對 它有一樣東西特別強調 對 大致上就是這樣 大家有什麼問題 記得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 因為我們都是立刻幫忙看著 實際的上市時間和價錢 麻煩大家看回我們的文章 接下來過多幾天 就應該會出一個詳細的評測 詳細的評測 有一樣東西說了 對不起 螢幕支援到HDR10 Plus 以及有10bit的顏色 所以這個都算是旗艦級 因為這個是更加多色彩 還有去到120Hz的更新率 也是旗艦級 即是adaptive 1Hz到120Hz 應該就是在說 對 我覺得很不錯 還有去到環保的部分 就算是線路板上的接行的材料 亦是100%回收回來的石 所以不只是線路板上的東西 也是這樣 最後我想開回Bcam 有一件事我特別喜歡 就是如果你之前有用開 Northin Air 1 你看回它的背部 你會看到它有一個凹凸的 pattern 其實是跟回它的頂部 即是這些遮醜版 遮醜版 好像哥爾夫球那樣的凹凸物 這些可能大家要拿上手 才會看到 很多細節的東西 慢慢給大家 對 怎樣都要留些東西給大家 或者留待我們的評論 我們會再拍更加漂亮的 close-up 的相片 對 他們也有說 他們生產方面 亦都是用Green Electricity Green Energy去做 這個就要看回廠本身 實際是哪間廠 我暫時還未知道 有機會是某間大廠 F字頭那些 還有 幸好你這裏 這裏有一個紅色點 你可以選擇開著 有一個功能就是 給你拍片的時候 給他開著一個紅色燈 也挺有趣的 試一下 這個 有 不如你維持住 我幫你開 開啟了 這裡 就好像相機一樣 會告訴你 在錄音 讓拍攝對象 主角安心點知道 你真的在錄音 真的在錄音 對 讓人知道你在錄音 都不錯 有人問火牛多少Watt 是45W 原廠的 原廠的45Watt 但這部機只支援33Watt 所以比你火牛更多 可能比其他機用 甚至比下一代都適用 這裏開始流行 就是比你火牛的Watt數高 比手機支援的Watt數 這裏都流行 甚至是被塞多個USB-C插口 蘋果都有這樣做 可能更加推向 就是讓你買這個火牛回來 是Future proof 讓你其他手機 其他產品都兼容 所以這裏就是我們今天的 Nothing Phone One 的Unboxing 剛剛說了幾次 過多幾天就會有我們詳細的評測 到時就要試整體的性能 續航力、相機性能等等的評測 以及如果大家對 Nothing Phone One 某功能特別有興趣的話 麻煩你在我們影片下方說 讓我們知道 大家對哪方面是最有興趣的 亦都想看看各位 有否特別想買 還是覺得 一邊是Nothing 一邊是Whatever 或者會否覺得黑色版會比較好看 因為黑色版可能燈光會更加明顯 我之前看過黑色版沒有亮燈 它好像做了表面處理 令到白色的燈條都不特別明顯 開啟之後 跟白色的亮度幾乎一樣的效果 不過Anyway 這個就看看到時 賣街的時候 看看哪一種顏色會更多人買 對 不知Eric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感受 還是怎樣 還是等你出評評才算 暫時來說 都覺得燈挺有趣 但是手機本身就是比較常見 大家買手機 預期會有快的螢幕 一些快充 7系的CPU 可以說是一個夠用 但是又不會令到手機很貴的選擇 因為其實大家都可能知道 因為Qualcomm基本上是限定了 你拿那顆CPU 它就會設定價錢 一定是在價錢至上 如果你是選擇7系 令到這部機就有在價格上的優勢 其他東西 其實兩個燈都很有趣 除了Glyph之外 就是它的紅色錄影燈 對 也是獨一無二 沒有其他機做過 如果針對Vlogger 夾著手機 對著自己 這個很明顯可以當補光燈 至於效果 會不會真的好過另外加快 可以之後再試 其實我都覺得 如果真的可以取代到的 應該是挺有用的 因為你外資多加多東西 就又重一點 又容易 拿出去又很麻煩 但如果你手機本身已經可以這麼光 的話 就一定最好 其他東西就沒有太大的特別 可能留下我之後 做Review的時候 就慢慢再摸索一下 不過它這個螢幕 自己打開這個 就覺得很煩 可能還有一個 它始終未到最終的公司 應該現在就 遲些還有其他東西試 放心 可能還有些驚喜 對 Anyway 這個Nothing Phone 1 Unboxing 暫時來到這裡 過幾天再跟大家送上這個評測 到時候請大家多多支持 之後都是正常時間和大家在 NGAGET UPDATE 見面 逢星期一晚的10時 我們有Facebook、YouTube和Yahoo TV 出現 下次再見, Bye Bye